一个七年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导演一峰用一部电影《重返狼群》告诉我们他的答案 5月31号电影《重返狼群》在上海举办媒体见面会 主创李威一,一峰告场与记者们分享电影的创作历程 据悉,电影真实展现了狼妈李威一帮助小狼格林从城市回到草原的曲折历程 不仅全方位呈现了小狼的生动萌态和整个狼群的生存现状 更探讨了有关于生命与自由的选择 在观影现场,很多观众都被人狼分别的画面戳中泪点 为了完成这部电影借得清流之作 导演一峰可是花了整整的七年时间 谈到此时,导演现场依旧感慨万分 没有,实在说就像做公司嘛 肯定能做好自己的房地级的业务复杂 能够扩大然后赚很多钱 就考虑这个,然后过去更好的生活 通过这些努力去改变这个 没想到这个遇到小狼以后 这一切都变了 就上了另外一个轨道 然后这七年做完电影 由原来的富翁变成复盖的富翁 谈及重返狼群的拍摄历程 导演也是感叹,狼并非像大家印象中的那样 狼其实是聪明重情义的,懂得感恩的动物 拍摄该部作品也是意在呼吁大家要敬畏生命,尊重责然 我觉得我就是把我这几年遇到的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 然后替狼是不会说话的 那么我用我的镜头来替野生动物 替那篇草人来发个声 然后通过这影片传递出一种 换一些人的心中那种 关爱自然,尊重敬重生命 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圣诞环境 以及反思一下我们的安心